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觉得克文哲说应该要设置统筹单位这个合理不合理 本来在整个像这次这样的一个救灾 那像以这个空难的话 他救灾中央委会成立救灾指挥中心 是由交通部来 救灾指挥中心是由交通部担任指挥官 所以按照灾害防救计划 这个新闻里面 特别由行政院毛治国院长 致电国防部调来20件防寒衣 行政院院长打电话给国防部调来 你刚才讲说我们有一个 这个我们其实是防灾应变指挥中心 是 那么开设的时候啊 那么是由交通部长担任指挥官 可是我跟您请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有 国家搜救指挥中心您代言什么样的职务 我是督导 你是督导 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跟这个紧急应变中心的角色是怎么样做区分 國说是这个 你是跟中央应变中心 是 那中央 你是行政院防灾委员会 的副主任委员兼执行长嘛 对不对 中央应变中心 譬如说这个空难的应变中心成立 有需要国收支援 国收就会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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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收就会派人去现场支援 是这样吗 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的角色是什么 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顾名思义啊 是叫做指挥搜救 对不对 指挥重大这样的一个搜救 是 我们来看一下 在 这个是巴掌西之后啊 成立的 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设置及作业要点 他讲的其实非常清楚 他为什么要 设立这个呢 他是 要整合各相关单位 执行陆海空搜救作业 并规范搜救作业程序啊 所以他的角色是什么 他的角色如果有重大灾变发生的时候 要有人去负负搜救的时候 你要拟定这种各项状况的搜救的SOP之外 你还要去整合资源 还要去现场指挥 这个叫做 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这个我们看下一页 在下一页 他的 在下一页 你看他的这个页面啊 非常之多 这个规定啊 这个规定啊 详续细迷移 2000年7月定的 后来 这个规定改了 在民国九十 在这个民国九十九二零一零年 国民党执政之后把它改了 我们看现在的 九十九年十二月零二 十二月二号 改成只有一页耶 本来这个巨细迷移的规定到现在变得简单 一二三四五 只有五点 然后国搜中心的位阶也降低了 本来他是有一个总督导 你知道总督导是谁担任吗 你不知道 对不对 总督导就是 行政院防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要兼任总督导 然后国搜中心 有主任有指挥官有副指挥官 有搜救长有副搜救长等等 后来通通降阶 我们看下一张 不但规定变得很简单 而且呢通通降阶了 但是他即便再怎么样降阶 他还是有规范啊 我来请教这个规范 你是督导 是 对不对 主任 是由消防署署长兼任的 就是中央这个防灾委员会主任委员啊 就是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啊 要指定適当的人员兼任 消防署长兼任 副主任也是兼任 消防署副署长兼任 好我们看 收救长由行政院相关机关调用 调用是什么意思 我要跟你请问 调用是兼任还是专任 都是兼任的信任 调用怎么会是兼任呢 调用要专任啊 我把你调过去 我调 兼任上面解的很清楚啊 兼任兼任兼任 底下全部都是调 搜救长 副修救长 搜救官 外事官 这个都是调用耶 调用就是我 从行政机关把你调去那个中心了 報告委员 这是 那个消防署的主治法 还没改变下来以前 我们暂时由调用来 用兼任的方式来办理 暂时由兼任 所以你这个暂时就造成 我们国收中心就是整个就是消防署的人在那边兼嘛 对不对 没有错嘛 所以国收中心 有没有专业的兵力 我跟你请教 没有 底下是空的 对不对 好那我跟你请教 国收中心 这个搜救长 副搜救长 搜救官 这些通通都是兼任的 然后外事官 也是兼任的 然后协调官 国防部 民航局 海巡署 警政署 空勤总队 通通要有人在那边轮值 好现在轮值的人通通打折扣 之外 我跟你请教 国防部有没有人轮值 有 国防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轮值 开始这个国家 中心成立以后 他们就有派人轮值 他们就有派人轮值 对24小时 24小时轮值 那我跟你请问 如果国防部有人轮值 为什么 在复兴空内 需要潜水衣的时候 还要行政院院长 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那个协调官员都有去协调 所以协调不成 有有有 协调不下来 那为什么需要行政院长 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才能够调到防寒衣 你跟我回答这里 那那些人轮值 有任何的作用吗 那个 那个现场 其实干事方案 在现场 其实不够那么适合 在那个现场来使用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 并没有去联络这个部分 我们第一时间是调用那个 我跟你请问 现场的救难 搜救 是谁指挥 在复兴空难这个例子 谁指挥 现场由地方的首长 为什么是地方首长指挥 你们是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名字定的非常清楚 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你们是搜救专业 你觉得那个台北市长 柯文哲 或者新北市长朱立伦 他们有搜救专业吗 你们是国家级的搜救指挥中心 定的很清楚 叫做搜救指挥中心 你们要在现场搜救 现场 那个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你们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谁在现场 原则上他定义是在 那个时候谁在现场 国家搜救指挥中心 没有人 不在现场 所以你们不在现场 你们怎么指挥呢 我想这个委员这个要 这个在向发生空难这个 第一个人命的救援都是地方 那么中央成立应变中心 主要是协调支援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 协调支援 那你应该叫做协调支援中心啊 那我们怎么可能 你要叫做协调支援中心 你为什么叫做 然后我们回到 这个这个你们现在的规定 那个作业规定 作业要点 你看喔 为了要 整合运用救灾资源 统筹调度 国内各受交 收救单位资源 然后呢 执行 执行灾害事故 人员收救 跟紧急救护 之运送业务 特意 这个规定 成立了行政院 收救指挥中心 对不对 所以任务上你看 都是演资源调度嘛 听我讲 是 这个所谓的资源调度 就算你要在现场 你把它本来是指挥的 你本来改成 好我现在改成叫资源调度 我要整合资源嘛 对不对 我怎么样有效的整合资源 就这件事情来看 我讲的防寒一来说 你就没有办法 你要行政院长打电话 给国文房才有办 这第一点 如果说你今天把这个定位 改成这样了 他就不叫国家 收救指挥中心啊 他叫国家 收救后勤调度中心啊 但是问题是这样啊 你连后勤调度的功能都没有啊 因为你连一个防寒一二十件 你都要行政院长打电话给国防部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有的各单位派在 你国收中心这些协调官 在做什么的 你是个督导在做什么的 我要跟你说 名字 应该要改 任务 既然变了 名字就不应该这样 你就告诉大家说 对不起我们国家 没有这种 叫做国家收救指挥中心 没有的 我们只有一个叫做后勤调度 的一个中心 而且这个中心是没有功能的 它有什么功能 你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 从一百年以后啊 每一年 国收中心 国收中心 每一年办了哪些活动 你知道吗 你作为督导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每一年办一场延长 每一年啊 这是每一年 国收中心唯一的活动 一百年 叫一百年度 一百年 搜救研讨会 即搜救有工人员表扬 一百零一年也办一场 都在十月 一百零一年办一场 研讨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百零二年这个 每一次都办市场的 叫做专题演讲 表扬有工人员出来 专题演讲 就叫一些首长学者 来做市场演讲 讲给大家听 这就是我们国收中心 平常在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在对于SOP 在做整合做处理 你有没有检讨在各种地形地物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处理 在做演练模拟 最近的一场 一百零三年 办了什么 连演讲都没有了 你看 去参观一百 一零一大楼 颁奖摸彩机休息 参访啊 休息啊 然后 颁奖啊摸彩啊 你国收中心名识不符啊 你这个名字第一个要改 第二个整个国收中心 通通要检讨 即便是作为 救災的后勤资源 調度 都没有功能 你督导些什么啊 你这个部长 我跟你报告 这个目前的功能 它是只要是协调资源的部分 那么所有的救災 按照災害防救法的规定 都按照它可能的災害 來定定災害防救計劃 那平常災害防救 就按照災害防救計劃 來演练 來演练 包括空难 也是一样 它也是由 交通部所订定的 所以是各部會 負责去演练 我这个国收中心呢 要负责调动资源 我都不需要去了解 在各种災害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一百零二年大鹏 这个航空公司那个空难 你们国收中心的副搜救长说 从来没有那么挫折过 因为那个空难 不应该是你们负责的 但是民航局说 照SOP应该是你们 所以你们各单位 根本就搞不清楚 到底自己负责些什么 这一场你有没有去参加 一百零三年 你当了内政部长 你是督导 你有没有去参加 这一场唯一的 一年一次的活动 你去参加了 你没什么感觉吗 你有去跟着去参观 101的那个观景台吗 没有 我没有去参加 你没有去 你参加了什么 颁奖 我最后一个颁奖 你就是颁奖嘛 对不对 所以你国收中心 你作为督导 一年一次的一个活动 你看了 你没有什么感觉说 欸我们这个 遇到了紧急的灾害 包括在那个时候 已经发生了 复兴在马公的空难 你都没有任何的感受吗 你都不觉得说 那这个我们国家的搜救能力 资源调度的能力 居然搞到要行政院长 打电话的国防部长 才能调到20套的防寒衣 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他应该是有人跟院长反应 但是他也可以 要等到有人跟院长反应 为什么那个人不跟你们 国收中心反应 他可以向中央一边 为什么国收中心 不知道说这件事情 是你的责任 不是中央一边中心 他可以向中央一边中心反应 中央一边中心反应 有困难 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啦 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资源调度 是国收中心要负责 谁跟院长反应 为什么 为什么要等到人跟院长反应呢 为什么不是跟你 要负责资源调度 这个中心 这边有主任副主任 有搜救长 有督导 都不知道 本来救灾的体系 有中央一边中心 跟地方的一边中心吧 地方一边中心有困难 可以向中央一边中心反应 所以都不是你的责任 所以国收中心都没有责任 是这样吗 对不起啊部长 国收中心就解散了 他就是消防署 你督导此一此 这是笑话 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下一场 你们针对 对不起 我再有句话 你们针对这一场有没有检讨 你们有没有检讨 复兴空难 国收中心的角色 有没有检讨 你告诉我 没有嘛 一场一场的灾难发生 你们就坐在那边 等人家打电话来说 发生灾难了 然后去现场看一看 说我负责资源调度 你们有什么需要跟我讲 包括我们比如说 你下去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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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